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判辞话首被告戴耀廷多次保证谋划不违法 接纳大部分被告已被误导和对法律无知作为求情理由 但是戴耀廷和公民党党魁阳岳桥都有法律背景 而且在推进实行谋划的时候坚定不宜 法庭指出部分被告的行为在国安法生效之前发生不属于刑事罪行 法庭会审视这些情况 在量刑的时候也都已经考虑谋划划的性质是非暴力 至于量刑起点 法庭接纳戴耀廷代表律师的说法 说案件涉及串谋控罪 国安法第22条的处罚级别 即是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 积极参加者和其他参加者的分级 不完全适用 但是可以参考 首四个被告戴耀廷、欧诺軒、赵家言、钟錦伦 法庭根据各自在谋划中的角色和参与程度 裁定是首要分子 以监禁12至15年为量刑起点 判刑最重的是戴耀廷 判辞说他是计划发起人和初选组织者 他的文章引起民主派关注 也都反映他主张的是一场革命 是事件的幕后主谋 唯一的减刑因素是及早认罪 减三分之一的刑期之后判囚10年 而欧诺軒的参与程度和戴耀廷差不多 由于他作为重返证人 提供重要证据 可以扣减一半的刑期 加上他被政府警告之后退出谋划 对法律无知 和过往在公职服务有贡献 减刑之后判囚6年9个月 同样一早认罪 为控方作证的赵家言 也都获减一半刑期 又接纳他可能被戴耀廷5度 有良好品格等求情理由 判囚7年 另外一个重返证人中感论 考虑到他的参加程度 不如其他的组织者 量刑起点比较低 判囚6年1个月 在审讯的时候 被列为组织者的第5被告吴正亨 但是判辞认为他并不是组织者 也都不是参选人 就算他发起三头三不头 也都未算谋划参与者 直至他和戴耀廷接触 而在国安法实施之后 他自愿和故意继续推动谋划 对其他人施压 裁定他是积极参加者 考虑他可能并非为个人利益等等 判囚7年3个月 判辞特别提到 国安法的立法原意 是与本地法律涵接 并且兼容互保 所以本地的判刑法律原则适用 戒定案件诚致轻重的时候 着重的是犯案者的行为 实质后果和潜在风险等等 不应该依赖内地法庭的判刑例子 在法官宣读判刑之后 部分被告向旁定的家属和亲友 揮手道别 之后就被停警带走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法庭将其余大部分被告列为积极参加者 以七年为量刑起点 不过就点名时任公民党灰扬岳桥 以及麦乐无悔声明三个发起人 量刑起点比较高 45个罪成被告 除了四个组织者 以及第五被告吴正亨 法庭认为 剩下40人都属于积极参加者 他们都有参加初选 没有他们的参与 谋划根本不能开展 角色不可划决 以七年为量刑起点 再视乎有没有认罪等的其他因素 决定减刑幅度 审讯期间大部分时间获准保释的 民主党黄碧云 因为不认罪判囚六年六个月 同样不认罪的林卓廷 判六年九个月 时任民主党主席胡志伟 认罪判囚四年五个月 至于公民党 法官的判词特别指出 时任党夫杨岳桥 在谋划中绩的行事 据领导地位 量刑起点提升到八年 不过考虑到他及早认罪 有负义可以扣减三分一刑期 而多年参与公职服务 再扣减三个月刑期 同党的其他被告 毛孟静、谭文豪和国家旗 都有认罪 判囚四年两个月 人民力量的陈志传和谭德志 就分别判囚六年六个月 和四年五个月 抗争派方面 不认罪也没有求情的前记者何归蓝 不获认期扣减 判囚七年 五件委开审之前一日才认罪 也因为表明没有悔意 判囚五年七个月 相对其他认罪者的认期高 至于岑奥辉等其他被告 判囚四年三个月 去到七年九个月不等 其中认罪的王之锋和朱海迪 都分别判囚四年几 而说自己没有过错 不认罪的余慧明 判囚六年九个月 案件审讯期间 其中一个重点 是被告有没有签署 麦乐无悔声明 法官说姓名的三个发起人 角色相对更积极 量刑起点也较高 同样是八年 当众周嘉诚不认罪 判囚七年九个月 是刑期第二重的被告 张河心和梁仿为认罪 各判囚四年十一个月 案中部分被告 也涉及其他案件判刑 总刑期是怎样计算的呢 法庭认为 谭德志之前涉及的煽动罪 和今次部分情节有相近性 也都已经完成复刑 扣减三个月 至于涉及非法集结等罪的黄之锋 法庭认为和本案没有直接关系 刑期要分开计算 另外部分被告 已经还押超过三年 也都可以在刑期里面扣除 但是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就算在狱中行为良好 都未必可以提早出狱 各个被告可以就着刑期申请上诉 但需要在28日内提出 他们也都可以向上诉庭申请保释 等候相关结果 律政司如果不服判刑 也都可以在28日内提出 无声事记者在流传狱里面 民主派全谋颠覆国家政权案 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 手中同类案件 也都是至今涉及最多被告的 一宗国安案件 警方在法院内外厌密报复 民主派全谋颠覆国家政权案 由拘捕至到判刑 历时三年纪 世界龙法院外面 一早已经出现排队旁定的人龙 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 现任主席罗建希 偏主教香港旧区荣优主教陈日君 也有到法院 内容也引起国际关注 欧盟驻港办事处代表 加拿大澳洲驻港领事等等 也都来到法院 负责国安事务的警务署副署长简启恩 警务署国安署总警司李巨华 也都现身法庭 警方报房严密 派出炸弹处理车 和劍尺服装夹车等等 在现场戒备 大批警员穿着防刺背心 在庭外驻守 犯人栏里面有三排长椅 女性的被告坐在第一排 袁家慧 王孟静等等 都显得比以往受削 王碧云就一头白发 偶然向旁听的亲友 举心心的手势 胡志偉 郭家琪 和梁国雄同样是白发瘡瘡 哥比被告向旁听指挥手 被评教人员阻止 说现在不是探访的时间 大部分被告听取判决的时候 表现平静 有人举OK的手势 王之锋被带走之前 大叫我爱香港 郭家琪在散停之后陆续离开 王孟静的丈夫 对太太判囚四年两个月 认为好男批论是不是太重 今次司法机构在政庭 除了有45席给被告的亲属 只安排了5个公众席 其他人士就要在延伸区看直播 无线电视记者 吴家軒不道 外交部回应判刑 说任何人不能够打住民主旗号 从事违法活动 并企图逃脱法律制裁 特首李家超说 戴耀廷是继谋发起人 持有革命主张 任何人危害国安 最终会被依法程置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 会研究是否就个别被告刑期上诉 手中颠覆国家政权案 45个被告全部入獄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在政府总部见记者 说判刑反映案件严重性 也显示危害国安罪行 必须要严重 有关的重判 是向社会清楚表达了一个信息 就是对于任何危害国家安全 包括是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我们是绝不会姑息的 我们就着个别的刑期 会详细研究判词 再考虑是否作出上诉 至于同案还有8个人被捕 至今未被起诉 邓炳强说会继续跟进调查 如果有充分证据 就会作出检控 对于美国驻港总领事馆 英澳等都有批评判刑 认为损害香港言论自由 是利用国安法将政治异见者变成罪犯 特首李家超法稿说 留意到西方国家和反华组织等 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 强调所有案件 包括今次 都是严格根据证据和法律处理 大耀庭是整个计谋的发起人 自有革命主张 任何人颠覆国家政权 终会被依法惩治 绝不顾惜 任何人都不能打着民主的旗号 从事违法活动 并企图逃脱法律制裁 个别西方国家 以免无视其本国通过有关司法程序 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事实 以免对香港法院 公正实施香港国安法 无端指责 这种行径 是对法治精神的严重泄断和践踏 诚会召集人 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就认为 判决反映本港司法独立 判刑其实都比较宽松 还有都是考虑了普通法的原则 释放的信息就是 我们的法院是完全 我们的司法是完全独立 有考虑个别被告人的情况 希望他们出狱之后 能够真心悔改 驻港国安公署也发表声明 判决结果 充显国安法治权威 捍卫香港法治精神 母先事记者 杜瑞文部导 回来新闻时间 这节先看一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偏远 三大指数都低开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早段跌超过400点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报43211点跌177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报5895点升1点 澳湖局务市 紧张不利投资气氛 纳斯特克指数 早段跌大约100点 玉尔玛上季业绩好过预期 股价升大约4% 超微电脑宣布 拼任新的审计机构 股价升超过两成 欧洲股市全线下跌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17点 巴黎卡指数跌62点 德国Dex指数跌160点 其他消息 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 在立法会总结五年施政 感谢中央和市民支持 带领澳门走出低谷 又公布明年财政预算 继续向永久居民派发 1万元研金 彭永熙在澳门报导 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 到立法会总结2024年 财政年度的工作 及介绍2025年财政年度的预算安排 大部分的内容 和上一个财政年度差不多 继续实施现金分享的计划 按照永久性居民 每人1万澳门元 非永久性居民 每人6千元 预留财政的勃款 他也都宣布 政府同时会继续向公职 金个人账户 注入预算盈余 特别分配7000元 另外会继续实行税费减免措施 包括下一个年度 继续减收居民职业税30% 退还2023年度 已经缴纳的税额的60% 上限为14000元 免收所有营业税 小贩牌照费等等 澳门居民免收房屋税 头3500元的税款等等 澳门政府预计 继续实现这些税费减免措施 涉款一共48亿3300万 何一成也都总结5年的施政 说经济息度多元发展 取得新成效 澳门的财政储备 初步录得6170亿 又说当局在五年来 一共落成5984个住宅单位 目前正在兴建超过14000个公共房屋单位 他又说对于担任澳门行政长官一职 感到非常荣幸 感谢中央和澳门各界的支持 五年的施政 三年的疫情 我们经受了回归以来最严重的冲击 战胜了疫情 和外部形势带来了最严峻的推荐战 和社会一道同心协力 守望相助 带领澳门特区走出了最困难的低谷 全力推动澳门特区各项事业 欲想新的台阶 迈向稳健发展的新的阶段 今次是何一城在任内 最后一次总结施政工作 而后任行政长官岑浩辉 将在下个月20日澳门回归纪念日就职 母线电视机者彭荣熙在澳门报道 中电和港灯 明年净电费按年分别上调 0.98%和0.9% 元旦开始生效 中电和港灯净电费 今年分别罕有感减7.4%和16% 不过明年将会回复加价 现在电费由基本电价 和十部实销价燃料费组成 中年明年基本电价加1.4% 去到98% 十部实销价燃料费维持46.3% 净电价按年升0.98% 去到每度144.3% 燃料价格在近年虽然已逐渐回稳 但国际地缘政治的风险持续 全球燃料价格仍然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平 而且前景不是很明朗 而港灯的基本电价就上调2.8% 去到122.9% 燃料费减4.1% 去到44.1% 净电价按年升0.9% 去到每度电167% 电费调整之后 八成以上的港灯住户 住宅客户 还有五成以上的非住宅客户 明年一月的额外电费开支 不计算政府的补贴 会较今年一月的时候 不多过10元 实际的影响就不是那么大 但现在这个时势还要加 而且它是有钱赚的 都可以吧 因为很多东西都加 看个人接受的程度 政府强调一直移多方面把关 包括涉及买新机组 去年提交的五年发展计划 营运开支和受电量等等 只是接纳绝对有必要的项目 有立法会议员在相关会议上 关注可不可以引入价格更低的能源 未来我们有没有这个输入核电计划 还有何时会做 因为这个才是彻底地 可以我们摆脱到加电费的魔咒 有一个详细的计划 我们都讲解过好几次了 我们是跟内地在谈谈 我们在里面希望可以增大 内地对香港的零碳能源的供应 我相信在初期主要都会有核电 因为价钱现在是最便宜 国艺已经计划在将军河132区 兴建大型的接电站 接收相关电力 遇到2035年之前落成 无线电视记者现在显不露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 分别会见德国总理朔尔茨 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习近平说中方致力于 和欧洲开展合作 攀手应对挑战 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理 索尔茨的时候说 中国认为欧洲是多极化世界的重要一极 致力于和欧洲开展合作 攀手应对挑战 推动中欧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中德关系持续焕发新的升级和活力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 在加速演进 全球发展出于关键十字路口 中国和德国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 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 要坚持从长远和战略角度 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 巩固中德全方位的战略合伴关系 续写相互成就的合作故事 习近平说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引发全世界关注 中方始终坚持通过对话 初相解决分歧 希望德方继续为此发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说 中德经济利益高度互庸 两国合作是共速发展 共创未来的机遇 中方视德国为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重要合作伙伴 将会继续为德国企业 提供广阔的市场机遇 习近平说 希望和中方进一步发展 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本着平等、坦诚和相互尊重的精神 加强双多边对话合作 妥善解决分歧 实现互利共赢 希望勾中通过对话谈判 尽快解决电动车问题 特方愿作出积极努力 习近平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时候 中法都是独立成熟 有担当的大国 中方愿和法方深化战略沟通 令两国关系始终保持 稳健积极的发展势头 无线电视记者张慧聪报道 大家好,我是谭思雅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来香港出席国际金融峰会 他说中央会推出更多慰港挺港措施 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结束广东的调研之后 来到香港出席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并发表开幕主题演讲 何立峰说国家有关部门按照中央决策部署 出台了一系列挺港、慰港的政策措施 取得积极成效 正进一步加力推进各项工作 持续完善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政策体系 我们将更加支持更多的优质企业 到香港上市和发行债券 持续优化 拓展内地与香港 在股票、债券、理财 利率复换等领域的互联互通 我们将完善国债常态化的发行机制 稳步提升国债在香港的发行规模 支持香港巩固提升 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 何立峰又向香港提出三点建议 包括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创新 不断提升金融竞争力 进一步拓展金融开放合作 持续增添金融发展活力 也都要进一步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着力坑实香港金融发展根基 希望香港继续紧紧地把握宝贵的发展关键期 准确施变 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 传承发扬狮子山精神 锐意敬起 拼搏奋斗 不断地提高金融发展水平 持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何立峰有期望香港继续守护好金融安全 中央将会一如既往 全力以赴为香港深化金融改革发展 维护金融稳定安全 提供充分支持和保障 无线电视记者曾上圈报道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会争取内地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和发行债权 努力和内地沟通 争取多些内地优质企业来上市 现在排队的都有100间 除了上市之外 他们来发债我们很欢迎 未来的息口又会逐渐回落 以发债的方式去筹资 而又不减低股权的坍博 都是一个好做法 中国银行董事长葛海家说 中国过去五年 在亚洲的对外直接投资 占比超过七成 而香港在当中发挥平台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 需要一个更多元的结算货币的选择 就是人民币如何在 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投资中 能够发挥作用 依旧香港这个平台的作用 帮助内地企业对外投资的时候 我觉得从税务、法律 不仅仅是金融、运营能力、人才优势 还是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天文台夜晚取消 所有热带汽船警告信号 不过正值天文大潮 个别地区夜晚出现水浸 在沙田城门河河水涌上路面 踩单车的市民显得很狼狈 为处低蛙的里员门 水位亦都有上涨 不过村里面未见水浸 最高人民检测院表示 要依法严厉情治重大恶性犯罪 以安定人心和维持社会稳定 内地近日接连发生无差别伤人事件 包括上个星期 朱海斯加车撞人 导致35人死 多人受伤 被定性为重大恶性犯罪 江苏有专科学校 一个男人持刀伤人 至少8个人死 最高检 星期二召开党组会议 研究部署检测机关化解矛盾风险 维护社会稳定等的工作 会议强调要贯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就朱海汽车撞人案件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对于重大恶性犯罪 极端犯罪 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要坚决依法 重重重严重快情治 有力震慑犯罪 促进司法公正 维护公平正义 坚决防止因为司法不规范 监督不足等而产生的新风险 又强调校园安全 事关学生健康成长 和社会和谐稳定 对于侵害学生权益 危害校园安全的犯罪 要坚持零容忍 要联同有关部门 做好校园周边风险防控 全力维护校园和学生安全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宁报道 外长王毅在巴西分别会见 俄罗斯和印度外长 王毅说中印两国要多增进互信 少一些猜忌和消耗 外长王毅在巴西里约热纳奴 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王毅说 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核山会晤 为两国关系下阶段发展 作出战略部署 中方愿和俄方进一步加强协作对接 推动全面战略协作 他又说 需要把金针机制做大做强 增强全球南方影响力 拉夫罗夫就说 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 制定了新的合作关系 俄中关系始终坚持平等 互利 共人原则 两人也讨论了乌克兰危机 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 王毅又会误印度外长苏杰生 他说 习近平早前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 中印关系重启再出发 应该妥善处理分歧 多做有利于两国交往的事情 多增进互相 少一些猜技 多开展合作 少一些消耗 争取进发在恢复直行 互派记者和便利签证等方面 除得实际进展 苏杰生说 印方希望尽快重启印中对话机制 加强沟通 保持两国关系改善发展隧头 印中之间共识远大于分歧 双方应该以战略眼光看待双边关系 印方愿意明年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 推动印中关系向前发展 习近平和印度总领莫迪 早前在俄罗斯黑山举行的金钻峰会中会面 是两人相隔五年来 以及至2020年中印冲突之后首次会晤 无线电视记者黄斯琪报道 俄乌战争踏入一千日 俄罗斯国防部说 乌克兰首次使用软程的 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空袭俄罗斯境内 俄罗斯就降低使用核武条件 俄罗斯国防部说 乌克兰向俄罗斯布梁斯克地区 发射六枚美国制造的陆军战术导弹 击落了其中五枚 击算剩下的一枚 导弹碎片跌落一处军事设施 是乌克兰首次使用软程的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空袭俄罗斯 早前多家美国传媒报道说 美国总统拜登批长乌克兰使用美国长程导弹 深入攻击俄罗斯 但美国国务院未有证实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签署新法令 降低使用核武的条件 说任何无核国家 在有核国家参与或者支持下 对俄罗斯的侵略 将会被视为对俄罗斯的联合攻击 警告乌克兰使用西方导弹攻击俄罗斯 俄罗斯或者会以核武回应 俄罗斯外长勒夫罗夫就说 乌克兰使用远程的美制长程导弹 空袭俄罗斯境内 批评西方国家想令局势升级 但俄方会尽力避免爆发核战 俄乌战事持续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说 乌克兰的目标是生产至少3000枚巡航导弹和巡飞弹 无线电视记者黄思琪报道 回来新闻时间 尖沙咀有电单车失控撞搏 男司机同女乘客被抛出车外 二人昏迷送院抢救 实时电单车横恶露面 两个头盔和部分电单车零件散落一地 警员封锁现场调查 有两个杀车痕 警方说昨晚近10点 电单车驶至阿士甸道西隧道往大角咀方向 转弯的时候怀疑失控撞搏 男司机同女乘客被抛出车外 撞及隧道里面的路牌 受事故影响 连长度下行车道往葵冲方向 一度全线封闭 两个伤者事后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抢救 警方调查事故原因 一个66岁有长期病患女人 在内地注射欲毒赶菌毒素之后怀疑中毒 情况严重 那个女人上个月初在内地处所注射欲毒赶菌 未能够确定注射人员的专业资格 几日之后开始四肢无力 吞咽困难和气粗 大约过几星期后到中医诊所求诊 经治疗症状仍然持续 一个月后到大埔拿打素医院求诊 同日入院 一个星期前也有一个38岁女人 暴清道东莞注射欲毒赶菌毒素 伤眼局部下垂 中大医学院获李嘉诚基金会 捐赠的治疗肝癌仪器 去年年初可以在威尔斯亲王医院 为30个肝癌患者治疗 中大认为可以研究将技术 应用在乳癌等多种癌症 透过高强度超声波 进行组织碎化技术 可以精准破坏癌细胞 肝癌病人无需开刀 完成疗程之后可以走动和进食 中大医学院获李嘉诚基金会 捐赠这部升级版的创新医疗仪器之后 成功为一名肝癌复发男子完成治疗 团队说升级后的仪器 可以提供更全面、失时和具体的手术数据 并且可以提高治疗精确度 做完这些治疗之后 病人其实会很痛的 虽然他们叫微创介入 其实我们就看到原来我们有新的技术 有这个组织碎化技术 它也都是无创无痛 也都很有效 中大期望将技术应用到其他癌症 特别是乳癌 展望未来 中大医学院将会开展多个临床研究 将组织碎化技术应用在临床的领域 也都扩展到去治疗不同的癌症和其他的疾病 所以有时传统的X肝乳房造影未必能够侦测到非常微小的乳房肿瘤 但是超声科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了 李嘉诚基金会总共捐出三部治疗肝癌的新仪器 除了给本港两间医学院 仰皇医院都会有一部 记者会上播放了中大后任校长陆玉明 早前和李嘉诚视像对话的片段 李嘉诚在短片中说 这项新技术好似一份科技礼物 给社会希望健康和生命 他都提到香港经济 现在香港经济面临的挑战 不是扣简单的投入 就是一定得的 我一起认为深度研究 如何利用医疗科技 有基础而做到低成本 高效益 提供服务的水平质量 去服务医疗经济 为香港、中国和东南亚服务 基金会说 第一部组织碎化而弃底港之后 90日内成功为30名肝癌患者治疗 大大减低了患者家庭经济压力 也都舒缓了公营医疗服务负担 毛线电视记者陈嘉欣报道 据了解港协企奥委会 已经完成检讨国体育总会 机构管治和运作 最快今天公布检讨报告 据了解 报告涵盖六个范畴 包括董事局管理、诚信、运动员选拔 会计处理和行政等 并列出超过240个细行 希望总会两年内完成改善措施 期间港协会监督和协助总会改善 消息说检讨结果比预期理想 但是部分总会仍然有改善空间 检讨报告将会建议具体措施 但是不会一刀切定下特定目标 在运动员选拔方面 据了解报告建议总会在轮选过程 要做到更公开投明 启德体育园青年运动场 今个星期六下午进行大型活动人群管理演练 会安排5000人参与 港铁启德站和松旺台站招商服务 但是部分时段会有黑楼管制措施 启德体育园青年运动场 星期六下午3点半至晚上8点45分 举行第三次測試赛 警方联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港铁等 介绍演练的安排 今次是测试球场最高容量承载力 到时会安排5000人入场 包括4500个公务员和500个地区人士 按滑位入座 除了入场安检、验票等的流程 也都会无意有突发事件 例如是有人受伤要由救护车到场 又会测试两次的离场安排 参与者分每批1000人 步行到附近的港铁站离开 期间会有一批人开遮 无以雨天的情况 演练也都会加入不同的情景 测试各部门的沟通和信任 参与的公务员有100元的居马费 如果不参与是否有处分 当局就说有既定的机制处理 我相信同事会跟我们今天这么多部门 一样都会齐心做好这件事 我相信他们是乐意参与的 如果同事有任何的困难 我们相信他们会跟他们各自部门去联络 测试期间不会特别封路 港铁送黄台站和启德站照常服务 但会启动客流管制措施 其中启德站A出口将实行指出不入的安排 启德站的D出口和宋黄台站的D出口 就指入不出 港铁也都会在站内增设显示屏和职员柜台 向乘客提供车募资讯 港铁话会继续跟政府部门和活动机构合作 持续优化站内的人流管制安排 无线电视记者老卓文报道 海洋公园发布大红猫龙凤胎姐姐的最新片段 可以见到满三个月大的姐姐 在特制的床上面探头移动精神斗手 眼仔绿绿 原方形容姐姐天生不怕镜头 双眼电力十足 日本靖江苑据报有二学山梨园政府 向富士山登山人士 或一开征入山管理费 而山梨园政府决定放弃在富士山铺设轻轨 改用在路面行驶的无鬼列车 日本富士山在每年夏天登山季 吸引不少人上山观景 其中山梨园的吉田路线最受游客欢迎 不过游客太多导致道路制壁 巴士和私家车废弃也都造成环境污染 原政府原本希望在连接富士山山脚 和半山腰的收费公路铺设轻轨 但居民就忧虑可能导致大规模开发 令到环境恶化 有市民团体早前向当局提交7万人联署 要求撤回方案 山梨远之时长期恒太郎星期一宣布 放弃铺设轻轨 改为考虑依靠交车胎 在路面行驶的新交通系统 通过传感器 令到列车沿着路面的白线 或者磁性标记行驶 共同社报道新的交通系统 暂名富士圈 预计可以容纳120人 并使用轻能源减少污染环境 原政府也将会限制 游客和私家车的数量 舒缓过渡旅游 路透社日前报道 山梨远计划采用的 是中国中车研发的新一代无鬼电车 不过当局并没有证实 另一方面 山梨远由夏季开始向富士山登山客 每人收取2000日元通行费 折合港币大约100元 日本传媒报道 同样有热门登山路线的静江远 也都探讨由明年夏季开始 向登山客滑日开征入山管理费 可能由3000到5000日元 折合大约150至250港元 取代现时被游客 志愿选择是否缴付1000日元 环境保护金的做法 保鲜电视记者 朱少林北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